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 心目当中看一切众生都是佛 像华阴经上所说的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他现在迷了 无论做什么措施 做了无逆时卧 佛言当中他还是一种佛 会不会有责备的念头 没有 有责备的念头 我们自己已经堕落了 是凡夫 凡夫他有烦恼 他有妄想分别执着 他才会责备人 佛菩萨这个断干净 所以佛菩萨不会责备造无逆时卧的人 造作无逆时卧的人 灵命中时 他念这几句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他还是往生 问题就怕他不相信 他不肯念 那这就没办法 那就没有缘了 我们本来跟阿弥陀佛一样 所以要修 这就是修行嘛 不懂事的时候 迷惑颠倒的时候 我们会责备自己 我们也会责备别人 尤其是毁谤 毁谤我们的人 侮辱我们的 羞辱我们的 陷害我们的 我们有没有怨恨 肯定有嘛 不但有怨恨 还得想办法去报复 那就制造的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了 觉悟之后 这些境界现象 心地还是清净 丝毫不染住 若无其事 这就真的是功夫 这世间人家修养 若无其事 为什么他能够这样 若无其事呢 因为他了解四世真相 四世真相是什么呢 是般若经上所讲的 一切法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你要是记在心上 你错了 你跟他的迷惑是一样的 所以你才会记在心上 你根本不走心的时候 那完全不一样 他用心意识 你用界定会 那怎么会一样啊 他用的是妄性 你用的是真心 真心是亲近平等觉 所以你才晓得佛菩萨 那就是真相 至相 不但六道里面找不到 私圣法界也找不到 到哪里去找 到一阵法界 到十报庄园图 他们是住十报图 视线在人间 跟我们住在一起 活光同尘 实际上 他还是住十报庄园图 我们凡夫住六道轮回 他住十报庄园图 绝对不是说 他从事报图 退到这里 没就会死去 无量无边法界 是重叠的 一届十多 多届十一 同时 同处 重叠又不妨碍 这是华语 世学门的境界 无量寿经 古代的 又称它为 叫中本华语 为什么呢 无量寿经 也具备了 世学门 下面 我们会学到 随其或散或定 这是念佛功夫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从散乱 要念到清静心 现前 这个中有 清静心 现前 那一定要经得起考验 顺经 你是不是还有欢喜心 有没有贪念的心 有这个心 不行了 你在散了 你不在定了 逆经现前 你有没有怨恨心 有怨恨心 你还是这三 你没得到定 得定 你才有把握 不得定 没把握 这个关系太大了 临终一念 不识佛号 肯定又高了回去了 这一下掉到轮回 这个坑里头 不知道要经 多少生 多少节的灾难 你才能回得了头 把这个事实真相 搞清楚了 这世间的事 你就会 一切放下了 再没有一桩事情 流淋 我们要帮助别人 要度众生 首先想想 自己度自己 都度不了 拿什么去度人 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真正度众生 就是度自己 自己度了 就度了众生 为什么 人家看到你这个样子 就跟你学了 信心生起来了 刘树也没有动 这个动这个念头 度众生 他度了多少人 他念佛这个心愿性 给大家带来了 无比的信心 所以只有真的自己 自度了 自然是真的度了众生 自己没度 学校度众生 全是假的 这个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 花多少时间呢 我们看到 刘树云不过是十年 十年时间不长 他真成就了 我有理由相信他 他生死自在 想什么时候走 能走得了 辞对这些有缘众生 需要他帮忙 他多住几年也不妨碍 不到这个境界 不行了 自己摇摇摆摆的 没起名 耳朵众生 自己生死 一点把握都没有 这不是真的 说的不好听 要自欺欺人 谁不争干 这么信 真念佛 记住这四句话 与阿弥陀佛同心 一样的心 一样的愿 一样的得 一样的心 那心就是 十方式戒 戒 上中下 一切众生 这三根仆辈 立顿权手啊 十方式戒